是的直播 記者目前所在為止 其實為你守候在運催大的部分 而在稍早11點半的時候 已經傳出最新的消息 就是在4點57分被發現的江振昌遺體 已經在11點34分的時候被抬出來了 不過整個搜救過程其實是相當的艱困 因為江振昌被發現的時候 其實他是先被發現的後腦勺的部分 才陸陸續續從他旁邊的手機 發現他的名字叫做江振昌 而消防人員發現的時候 他是被趴坐被是被三層樓的鋼筋 還有水泥壓住的情形 導致他其實是無法逃生的狀況 而消防人員進入的時候 其實當時的狀況也只有 他可以蹲下的救災空間 於是當下他所有的消防人員 也決定說要往下挖5公尺 才增加 才讓江振昌遺體可以順利的被抬出來 而在搜救過程其實也遇到了 將近超過規模4.8以上的餘震 因此也增加了搜救的長度以及難度 讓我們來聽一下稍早的訪問 因為這邊有很多的就是天花板跟地板 然後裡面有很多大量的鋼筋跟水泥塊 所以還好我們有很多的意小幫我們把東西運出來 不然我們可能進度還會再更久這樣子 所以他旁邊還有找到其他別的東西嗎 就是有一些他的文件 跟可能我們等一下還會去主要找他的電腦 然後因為會做這麼久的原因是因為太多次的餘震了 所以我們一次的餘震我們必須人員挺直的撤離 挺直撤離這樣子 對 那他在下面這個地方人員撤離會不會有點困難 很困難 所以我們必須確保說 裡面的人可以很快的跑出來 所以我們在裡面的人也必須不能太多人 對 空間也不夠 然後跑出來時間也不夠 好了 現在雲催大樓目前還是有四大一小時受困 在原本的生活旅居的203房的部分 但是呢 因為他203房其實是位在整個被壓迫了建築物最底層 也是整個搜救困最困難的一個地方 於是消防人員也從早上請來的土木技師一起研議說 怎麼樣可以維持建築物的完整性 又可以 還有他的安全性 又可以往下可以挖到203房的 找到這四大一小的部分呢 他們也決定說要從上方的303室往下著動 不過著動的過程其實會經過好幾個牆壁 每一道牆要著破都要超過二到三個小時 其實收救困難度其實是非常高的 因此消防人員也邀請了 也請了國軍弟兄來一起儲備後面的部分 因為國軍弟兄目前也提供了兩台破碎機 還有一台挖土機跟一台推土機 先將外部的雜物清除之後 才決定要將你們的鋼粮慢慢破壞 再凝固下去 就2034的四大一小的民眾的部分 而其實另外在花蓮縣呢 這次的震災其實是相當的嚴重 其實除了雲粹大樓現在目前還正在搶救之外 花蓮縣有好幾處的大樓也都成了圍樓 例如之前才剛搶救完畢的統帥 還有在花蓮舊圓板的部分其實也是圍樓的部分 但我們可以看到像是民間的牌坊的部分 其實也都倒的非常的誇張 因此花蓮縣現在其實到處都是充滿危機的狀況 加上現在餘震又是不斷的發生 其實讓整個花蓮民眾都相當的擔心 而目前所有撤離的人數都已經來到了中華國小 還有小巨蛋的部分 幾乎所有的撤離收容人數都在那邊 但雨震一直不斷其實也讓收容的民眾都相當的擔心 都也讓他們怕的不敢回家 以上就是為你掌握的最新情形 讓我們將時間盡頭交還給主播 好 雲門的翠堤大樓是受困者最多的地方 黃金救援時間一分一秒流逝 剛剛記者也提到還有四大一小待救 但是搜救人員不放棄任何希望 謝謝記者帶給我們最新消息 我們終於有了 我心裡無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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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